其實像妳剛剛提到的是 比較有點類似像親情的臉 可是在妳說這個故事之前 像我們直接聽完了以後 光看這個歌詞 其實每個人會有他的故事的投射 妳可以說是愛情 妳想要尋的那個人 可能是妳曾經跟妳在一起 可能是求學時段 可能是曾經有一段過去的那一種 想要迫切地尋求到這個 尋找到這個人 或者像妳剛剛說的 像是一個家庭 然後親情上面的那一種 在他身邊幫他 繼續把一些回憶找回來的 這樣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這個 尋人啟示 大家可以好好地 不妨地聽聽我們這個 全球首播的這首新歌 然後聽聽看這首 帶給妳的感動是什麼 不過其實這個專輯 即將在6月份要發行嘛 然後也會即將在這個 6月的14號 會有這個 在Legacy有一場首唱會 那不過在這個之前 其實有一連串的活動 像是在下個禮拜一 5月19號呢 我們就要開始 也要開始幫大家這個 尋找這個尋人啟示啦 這個尋人啟示的活動呢 其實就是 像剛剛我們有說到 是拉拉徐家瑩的這首故事嘛 可是如果你也對一些人啊 事物有一些什麼樣的故事的感動 把它呢上傳到我們 Hitlefin的Facebook 野書粉絲團的話 聽說在這個演唱會當天 我們將會首播 把這些MV 這個照片呢 把它集結成一首MV 然後在你的演唱會上會首播 讓大家都能夠分享到不同故事的一些感動 然後之後我們也會放在這個 YouTube上面給大家觀賞 好 所以這個呢 5月19號下個禮拜一開始要進行的活動 也要請這個美女朋友們多多幫我們宣傳 也希望呢 大家能夠盡情的把這個 你所覺得感動的人事物上傳到我們Hitlefin Facebook的粉絲頁面 你就可以有機會在這個 Legacy演唱會上 看到這個非常集結成的這個MV的 感人的巡人啟示 好 那我們謝謝我們的這個 工作同仁